难怪孟姑对虚竹魂牵孟营 你看兵教那三日 虚竹有多努力就懂了 虚竹原是少林寺里 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和尚 他相貌丑陋 不善言辞 却在机缘巧合之下 破了乌雅子的真龙棋局 前后得了乌雅子 李秋水 天山同老的内力 除了内功修为出神入化之外 虚竹还练成了天山六阳掌 天山折眉手 生死福等逍遥派神功 可以这么说 虚竹凭借其欲 就不费吹灰之力 成了当世江湖的一流高手 如此奇缘 让无数读者嘖嘖称奇 恨不得化身为虚竹 穿越到天龙时代 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一流高手 当然 虚竹的艳符 同样让读者们羡慕不已 原来虚竹曾在九岁的状态下 被梅兰竹菊四女包了个金光 洗了一个香喷喷的热水澡 虚竹还在西夏国的冰窖里 和孟姑有过三日的雨水之欢 说来奇怪 虚竹和孟姑缠绵之时 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冰窖里 孟姑连虚竹长什么样子 叫什么名字都是一窍不通 但为何孟姑依旧对虚竹恋恋不舍 甚至到了魂牵梦营的地步 孟姑本是西夏国的公主 在王宫里可谓是一呼百应 要啥有啥 孟姑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睡梦之中 被天山同老掳走 然后被包得赤条条的 扔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床上 孟姑吹气如蓝 身体冷得很 内心又很热 反观虚竹 他血气方刚 虽说顿入佛门多年 但每到春暖花开之时 虚竹不免有些蠢蠢欲动 如今一位一丝不挂的少女 尽在咫尺 虚竹又怎么能按捺得住 于是虚竹化身为孟郎 与孟姑在冰窖里 有了三日的翻云覆雨 第四日 虚竹巧手期盼地 等着孟姑的到来 却意外等来了李秋水 原来李秋水追杀天山同老已久 他终于找到了同老的藏身之处 二人随即爆发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对决 随着天山同老弃绝而亡 孟姑的下落也跟着一起灰飞烟灭 尽管虚竹仍念念不忘孟姑 但虚竹终究是佛门出身 不敢明目张胆地 四处追寻孟姑的消息 另一边的孟姑就不一样了 他举国之力 发出了竞选驸马的榜文 惹得各路豪杰 争先恐后 功夫不负有心人 孟姑最终在茫茫人海之中 找到了日思夜想的孟郎虚竹 第一次翻阅天龙八部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孟姑能和虚竹在冰窖度过三晚的快乐时光 无非是当时的冰窖伸手不见五指 孟姑又以为自己身处梦境 这才放下了矜持 和虚竹策马奔腾 共赴乌山 而如今孟姑和虚竹奔现 光天化日之下 孟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虚竹那朝天的鼻孔 以及又厚又大的嘴唇 加之虚竹唯唯诺诺 毫无英雄气概 与弃吞山河的消风 俊美儒雅的段誉 有着天壤之别 但孟姑为何仍切而不舍地跟着虚竹 还放弃王公雍容华贵的生活 静止跟着虚竹一起上了飘渺风 初读天龙八部的时候 我们还是懵懂的少年 哪里能体会到金庸的言外之意 直到我们走出校园 迈向社会 在经历了数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之后 才能领悟到金庸留在字里行间里的暗示 那时虚竹背着天山同老 躲避李秋水的追杀 天山同老看到了虚竹 带起了逍遥派的掌门班旨 但虚竹依旧心系佛门 每晚都躲在冰窖的一角 默默念经 为了能让虚竹彻底死心 全心全意的传承逍遥一脉 天山同老从王宫里偷来了梅花路和仙鹤 然后点了虚竹的穴道 将鹤血 鹤血喂给虚竹喝 鹤血 鹤血都是大补之物 加之虚竹正值青春年少 体内又涌动着无牙子的毕生内力 因此当虚竹和孟姑在一块之时 虚竹的战斗力会有多强可想而知 书中是这么写的 虚竹片刻间神有物外 竟不知身在何处 那少女更热情如火 将虚竹当作了爱侣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虚竹浴火见息 大叫一声 哎呦 要带跳起身来 但那少女仍紧紧搂抱着她 逆声道 别 别离开我 虚竹神志清明 也只一瞬间是 随即又将那少女抱在怀中 青莲密爱 禁武艳足 两人缠在一起 又过了大半个时辰 那少女道 好哥哥 你是谁 注意看 锦庸用了一个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算是给读者们 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随后 虚竹待要离去之时 猛姑抱住虚竹 虚竹竹竞不知疲倦 回过身来 继续将猛姑搂在怀中 又有了大半个时辰的 青莲密爱 显而易见 锦庸的言下之意非常明显 虚竹连续三日的努力 让猛姑心神俱罪 快美难言 可谓是销魂石骨 终生难忘 如此一来 二人分别之后 猛姑会火急火燎地 孟姑可是清楚地知道 驱逐的真正实力 正是 金风玉露亦相逢 贬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人故雀桥归路